你没打算去 要得到白氏的扶桑神木 可没有那么容易 那可是他们镇宅之宝啊 司徒浩南脸忙道 去 可是大洲不能没有人 众所皆知 药王爷还病得药王府呢不是 子晴无奈而笑 若是可以 他连南兆都不想来 直接去了东海 可是他还不能走 那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 司徒浩南急了 去 先回大洲请一人出山 自清淡淡的道 司徒浩南正要问 顾夕又匆忙而来 竹子 知信大人求见 知信大人 这不是轩辕朝夕的接待大臣吗 怪了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难不成他知道你昨夜出去 司徒浩南狐疑了 可是为什么昨夜没有来呢 自清不解 我看你还是出去 让他们看一眼吧 免得呀 人家一直惦记着 司徒浩南笑道 都哭得事情办完了 他们可就轻松多了 也不怕高调 更不怕得罪人 偏不 顾夕 说我还醉着没醒呢 问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子清不悦道 镜子气定神仙 泡起茶来 司徒浩南这才连忙又道 你要求谁出山 秘密 子清淡淡的道 说的一点不像是掉胃口 司徒浩南 立马又堵心了 这个女人一定不知道 她单单就一个淡漠的表情 就能急死人呢 司徒 你先去给南疆边关的赵将军提个醒 不管什么理由 没有我的批准 不许楚飞烟过关 务必加紧防备 司徒浩南哪里知道 子清和耶律千金的约定 楚飞烟要是拉得下脸 求你 早就不会绕到西京走海路了 他回去 还是会走海路 你去吩咐便是 子清也不解释 司徒浩南无奈正要走 子清却又拦住 这样 若楚飞烟非要过 别推到我头上来 直接说这个边关 只准南诏人和大洲人过 其他的一概没得商量 为什么 司徒浩南纳闷了 这时候 子清才转过头来 杨笑眯眼 失足地掉胃口 秘密 司徒浩南又给心堵了 他纵使跟军北月在一起 也断然不会沦落到 指办事的份啊 可是 面对这个女人 他偏偏就没有抵抗力 罢了罢了 我马上就去 说吧 立马要走 子清却又一次拦下 走后面 遵命 司徒浩南特意恭敬行了个礼 这才退去 人一走 子清立马就忍君不禁了 很是自语自语 看得一旁食粮也跟着笑 他不知道主子在笑什么 就是因为主子的笑而笑 即便跟主子身边这么多人 朋友敌人 可他依旧觉得 主子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谁都琢磨不透 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就笑了 更没有人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哭 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药王爷什么时候会醒呢 他会知道吗 不一会儿 顾夕又匆忙过来 这一回真是急了 主子 你猜他这一回谁要见你 轩人朝夕不会谁醒了 就把谁带过来吧 子清淡淡问道 是药族组长 顾夕认真道 药族组长 子清迟疑了虚语 终是亲自走出去 药族组长一早光临 子清怠慢了 他笑着而来 看都不堪一旁惊诧的 轩辕朝夕一眼 一见子清 药族组长立马朝轩辕朝夕 投出质问的目光 不是说药王妃不在营帐里吗 不知道药族组长一早光临 找子清有什么要事 子清又问 一会儿就要启程了 就是过来看看 药王妃可醒久了没 若是没有 老夫这里有粮药 药族组长连忙道 当当醒了 酒量不好 喝得不多 醒得也快 多谢药族长挂心 子清说着 看向致信大人 致信大人 这一早的 又为何要事呢 致信大人 听从了轩辕朝夕的话 说昨夜 看到药王妃偷偷离开 今早还未回来 他便报了药族组长 谁知道 人一直都在呢 面对子清的问题 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 很是尴尬 然而 子清这才看向轩辕朝夕 毫不客气 朝夕公主 我们从未有交情 难不成有什么大事 轩辕朝夕愣着 他昨晚上晕厥 今儿个一醒来 就发现自己回到大营了 他立马往韩子清这边来 求见被拒绝后 也顾不上那么多 只当他是还没回来 没想到 这个女人是故意的 如今 他真真后悔 没有马上就举报她 跟上去 也什么都没有瞧见 不知道他去了毒窟做什么 如今倒好 落得自己的药族长 和接待大臣面前 如此尴尬 知信大人 接待大臣的职责 你应该清楚 药族长分明生气了 酣睡之际被唤醒 谁能高兴呢 这话分明是提醒知信大人 不要干涉两国使者的矛盾 知信大人连连点头 也不敢解释 只朝轩辕朝夕促眉看来 轩辕朝夕微惊 接待大臣 可不好得罪呀 紫晴并没有给 轩辕朝夕回答的机会 微笑着道 药族长 既然来了 请里面请 紫晴有事请教 这无疑给药族长台阶下 他连忙往营里走 客气笑道 请教不敢 有什么事情 药王妃直说便是 知信大人 撇了轩辕朝夕一眼 恨恨拂袖离去 讨好一个族长 可远远比讨好一个使臣来得重要 轩辕朝夕气得直跺脚 轩辕里哥 我一定要跟孟皇告状 你等着 紫晴并没有点名道姓 非常隐晦地问了君北月的病情 顾太医在来信里说得清晰 君北月之前是昏迷后走火入魔 而导致意识全无 断定不了是否可以清醒 如今内功一恢复 手指立马动弹了 这说明他还是有意识的 只是不知道何时会清醒 顾太医和孤世家族 华大夫的医术皆是精湛 但是和药族族长比起来 在药理方面自是有所不足 紫晴一直想请教 而今儿个正是机会 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啊 药族长吕着长须 醋眉琢磨着 药族长 这能行是肯定的吧 紫晴连忙问 他需要一个百分百肯定的回答 那是自然 只是 药族长迟疑了 会很久吗 紫晴连忙问道 这就不好说了 你也知道 有人已婚厥 就是一辈子 虽然有意识 却永远醒不来呀 紫晴脸色骤变 难难而语 这和醒不来 有什么区别吗 有 这是能救的 药族长却笑了 紫晴一愣 张着嘴都说不出话 药族长眼底略过一抹复杂 药王妃 你老是同老夫说 这人 是不是就是药王爷 药族长你误会了 不是王爷 王爷已经病愈 正疗养着呢 紫晴淡淡道 暗骂自己冲动 可是 却又想知道 药族长说的能救 该如何救 然而 药族长却没有问下去 而是取来一颗药丸 药王妃 此药名曰归神 可使昏迷之人清醒 只是 这药能醒神 却也伤神 后遗症极重啊 或是头疼难耐 或是赤煞疯癫 往往比步行还痛苦 若非万不得已 还是别用啊 紫晴正正地看着 迟迟没有动手 药族长迟疑了 一会儿便起身 正要走却又当 药王妃 南昭虽闭关锁国 消息闭塞 可是 劳夫等人对大周 还是多有关注的 毕竟 大周才是真真正正的 南昭北大门呢 他说吧 才转身离开 紫晴正正 药族长的话 说得一点也没有错 没有大周守着南疆关口 多少人可以随意进出 大周是进南昭的第一道坎 那便意味着 君北岳便是这第一道坎 药族长他明白的 君北岳不能一辈子睡着 他必须醒 哪怕就是一个身份 傀儡坐在药王府里 他都必须在 他的身份再尊贵 他手上的势力再大 终究不是男儿身 终究不是大周皇室的血脉 终究继承不了皇位呀 而大周的皇子 可多着呢 紫晴看了暗基的药丸一眼 迟疑了片刻 终是收了起来 昨夜最久 今日直到临近中午 大部分人才都醒来 午膳后便启程回王城了 回城顺流而下 远远比来时要快得多 回到王城的时候 正是午后 从王城大门口开始 几乎是人山人海 望都望不到尽头 南兆子民对于净水的热情 永远是子情他们理解不了的 在这净水的游街马车上 南兆王上和沁妃娘娘 高兴地同他们的子民招手 微笑 人山人海里 自觉让出了一条道 马车缓缓驶过 南兆王和沁妃娘娘 开始泼净水 一时间 众人争先恐后而前 却谁都没有越过 警界线分毫 子情在马车里 静默地看着 纵使周遭再热闹 她的心思 全都在流仙岛上 一定用不上 秀中那颗药的 说不定 等她回去了 就会有更好的消息 直到夜晚 第一日的盛会 才结束 整个南兆王城 将会欢庆 三天三夜 而子情 早已归心似箭 却也不得不等 相比子情 耶律千千 却是恨不得 盛会 无限期延长 至少 她就不用 被父皇招回去了 也用不着 天天四处打听 司徒浩南的下落 三天未过 便开始不舍 然而 三天终究 是很快就过去了 南兆王亲自 将众使臣 送到王城大门口 此情自是往北走 从大洲南大门回 而薛元昭西和来时 一样走海路 往东北方向 耶律千千 亦是海路 走西北方向 楚飞燕似乎忘记了 耶律千千 当初在土王神殿前的警告 虽然没有 同耶律千千同行 却也让接待使臣 安排的船只 仍是走海路 众人都已经道别了 就剩下楚飞燕 还被沁妃娘娘拉着 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两人看上去 像极了亲姐妹 这一路上 有沁妃娘娘的殷勤伺候 从秦义大赛后 楚飞燕就再也没有 找过子庆什么茶了 轩元昭西告辞后 便先行离去 耶律千千 硬是拉着司徒浩南 憋着小脸撅着嘴 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就是怎么都不说话 司徒浩南似乎很有经验 任由他看着 同样是不说话 子晴正好有借口停留 坐在马车里 瞧着楚飞燕 好一会儿 沁妃娘娘终于 依依不舍 放开了楚飞燕 南昭王上 多谢这几日热情招待 得南昭静水洗礼 飞燕此生难忘 飞燕代表父皇 成妖王上和沁妃娘娘 若有闲一定要到西处走走 楚飞燕说得客气 心下连连松气 终于能摆脱沁妃娘娘了 这个女人 能得南昭王如此圣宠 骑好对付 谁知 南昭王并没有回答她 竟是接过下人端来的水 轻轻泼了她一把 这是什么礼节 方才其他人告别的时候 都没有啊 楚飞燕纳闷地抬头看去 一撞见南昭王那爱慕的目光 立马给惊了 王上 你竟然还留着净水 沁妃立马娇声 分明是不满 这是净水 楚飞燕脸色立马傻白 恶心感涌上心头 她作为使者 已经在明镜湖 接受过南昭王的净水了 要知道 在王城里的泼水盛会上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朝对方泼水 那便表示暧昧之情啊 说得直白一点 那就是求爱啊 南昭王当众 在从她求爱 楚飞燕咬牙忍着 避开南昭王猥琐的目光 只当不明白 她是什么意思 南昭王上 王妃 告辞了 她发誓 这一笔账 她一定要还给韩子晴 她发誓 她永远不到南昭来了 后悔 有期 南昭王说得意味深长 她只是表达了这么个意思 并不强求 和南昭泼水风俗一样 若是长公主有意思 日后必定会有回应的 楚飞燕点了点头 看都没有多看沁飞一眼 逃一般狼狈上了马车 便积积离开 紫晴在马车里 笑得像个顽皮的小丫头 若不认识得见了 还真就当她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小丫头呢 司徒 我先走了 你往哪儿过来 说吧 冲耶律千千挥了挥手 这才离开 也不知道司徒浩南 到底如何跟耶律千千分别的 足足五天五夜 还不见司徒浩南追来 此时 紫晴早已过了南疆大门 正孤身一人 站在司徒家的会客大堂里 任由司徒夫妇打量 司徒夫人和司徒城主都纳闷着 这个臭丫头 之前可是司徒浩南给了彼此台阶下的 如今 她自己要跑过来干什么 见了她司徒城 不应该是要绕道走的吗 美香可解了 司徒城主淡淡的道 虽然没有请紫晴做 没有任何代客之道 但是也没有给紫晴脸色看 上一次的事情再闹腾下去 可真的没有人能给台阶下了 这丫头的脾气 他们夫妇俩都是领教过的 绝对不会比他们的宝贝女儿弱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夫妇俩 趁军北月不在 欺负一个女人 没有 紫晴大声回答 怎么会 司徒城主惊了 不可能你真找到毒窟老人了 找到了 他要我换半身血 司徒城主 这是换血不是解毒 我拒绝了 紫晴认真道 这种情况 司徒城主还接受得了 否则 他这个人情 岂不白白浪费掉了 正要问呢 司徒夫人却不客气地问道 那你还来做什么 军北月同我们关系好 跟你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司徒夫人隐隐不安着 这个臭丫头目无尊长 敬酒不吃吃罚酒 之前说了 婚事是军北月答应了 跟他没关 他找军北月去 那他现在又来做什么呢 又不是帮不了他 而是他自己拒绝了呀 我就是专程来告诉你们一声 我的毒没有解 军北月的承诺就失效 紫晴一字一句 说得认真 说吧 立马转身就走 头也不回 只留司徒城主和夫人接冷 一时间都缓不过神来 直到紫晴到了大门口 他们才急急追出 韩紫晴 你什么意思 我的毒没有解 军北月的承诺就无效 就这么简单 紫晴又重复了一遍 并没有止步 韩紫晴 这件事不是你说的算 司徒城主立马怒声 紫晴止步 唇盼勾起一抹冷笑 这才转身 司徒城主 我不过是来告知你一声而已 你们当初的约定 我的毒解了 他便取 如今我的毒未解 他自然不会取 如果司徒城主 要强行将女儿塞到 我要王府 我想天下人会更加笑话的 不如趁早澄清了那谣言 臭丫头 你真以为你代表得了军北月吗 司徒夫人冷声 我知道 司徒夫人你也是正事 你应该很清楚 小千要入门 必须正事点头的 如果二老强行闹下去 难堪的 只会是贵千金和贵城 紫晴说着 取出之前那封信函 只给司徒城主 便头也没回地离开了